不和面不揉面,筷子搅一搅就能做出蓬松柔软的葱花饼,外皮酥脆,葱香浓郁,简单省食,比早餐店买的都要好吃哦,一圈三连,请我关注。 300克面粉中加入3克酵母,这款酵母吃起来有老面的味道,用35度左右的温水边倒边搅。 最后一直把它调成,像视频中这样的厚糊。 盖上保鲜膜放一旁,饧花20分钟左右。准备一把洗干净的香葱,切掉葱板,葱叶切成葱花。 切好之后,放到干净的碗中,放一旁备用。 这时候的面也饧花好了,里面全是蜂窝,非常细腻。 案板上多撒点面粉,把面团向里面遮一下,不用揉面,遮成一个面团。 遮好之后,把它分成三份。 取一个面剂子,随便把它整理成圆形,撒上干面粉,用擀面杖把它擀大,擀薄。 然后往擀好的面片上面喷一层食用油,再往上面薄薄的撒入一层食用盐。 根据自己的口味,再撒入一层五香粉。 再撒一层干面粉,这样起到一个层次的作用。 最后再多放一点切好的葱花,下面把它卷起来。 卷的时候可以卷紧一点,这样层次更丰富。 卷好之后,从一头把它盘起来。 卷到最后,把另外一边放到下面,用手再来整理一下。 下面用我的右手沾入一层清水,抹在生坯的上面。 再将抹水的这一面,放到芝麻上面,再多沾一点芝麻。 像这样我们在烙饼的时候,这个芝麻就不会脱落。 再放回案板上,擀成一个圆饼的形状,也不要擀得太薄。 一次像这样,全部把饼的生坯做好,放一旁备用。 电饼当,给它提前预热,喷一层油。 把擀好的饼直接放进来,上面再喷一层油,锁住水分。 先盖上盖子,把饼捞到底面金黄。 大概捞两分钟左右,翻面,漂亮。 把饼的另一面也捞到金黄。 这个饼捞到两面金黄,用铲的按压立马回弹,里面非常松软,像这样就熟了,出锅。 大家看一下,一个接着一个,一会儿的功夫,这个饼全部都捞好了。 趁热吃,外面特别的焦香,里面葱香浓郁又松软。 吃的时候,可以把它切成小块,这样更方便。 这款葱花饼,做法非常简单,可以偷天晚上把面调好。 第二天,早起五分钟,全家人都能吃上,比外面买的,还要好吃的葱花油饼。 咬一口,外面焦香,里面松软有层次。 再搭配一碗小米粥,或者是一杯豆浆,一家人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种做法,那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 保证做出来,比外面买的还要好吃哦。 家里有酱豆的,再蘸上酱豆,那真的是好吃的不得了。 大家感觉我做的不错,请点赞,收藏,转发。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,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